本节更是场景灯光片的最后一节课 我们会接着上节课给这个场景打光 咱们就按照咱们场景灯光片的第一节课 教的这些内容的一步步来做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思考一下咱们这个场景 它是在什么地方 它是在一个夜晚的森林里面 那第一部细节光怎么打 大概有一个概念了 就是我们要给它定一个晚上的基调 有同学可能说 那我贴一张晚上的HDR贴图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为了精准把控这个光线的氛围 我都喜欢自己打光 好 我把左边窗口切换成渲染预览 现在是一片漆黑 只有小部分的一些光 好 之前咱们做参考图的那张贴图 咱们就不需要 我们把它给删掉 好 这个方形的地面 我给它改个名字 地面等会好找一点 好 这个地面 还有背景的夜晚的贴图 我想把它放在咱们Environment文件包里面 所以我按着Shift选中这两个东西 然后M 把它移动到Environment的文件夹里面 其实你直接拖也可以 但是太远了 不想拖 好 这边有一盏灯 我不需要 它是当时默认键的 X把它删掉 好 这个花我当时隐藏掉 咱们当时建模片那种花 这个我也不需要把它删掉 右键删除层级 好 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 这个里面的模型的一些位置 好 达光的第一步 先设置这个世界光 我们到这个世界属性 找到这个小地球 然后把这个颜色稍微调成一个淡淡的蓝色 然后它有一个晚上的感觉 如果你想跟我一样就用这个637317这个颜色 好 这个场景马上就变蓝了 但它太亮了 我们把这个强度稍微降低一点 改到0.2吧 好 还是打光 打光的话 咱们这个我们讲过三点不光法 但是咱们这个场景太大了 你肯定不止三个点 但是你还是要思考一下 你的主光是打的什么地方 那主光呢 是跟你的主要对象有关 咱们这个场景的主要对象呢 就是这个小狐狸 这个树端 这一块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火的这个位置 那我就不如把这个火当成一个主光源 我让这个火变亮一点 然后照亮这个场景 我在这边拉出来一个着色器窗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的材质 切换成着色器编辑器 你会发现这个火 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发光体 但是这个发光体呢 无论你把这个强度多大 它都没法把这个场景照亮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用的是EV渲染器 EV渲染器没有光线追踪 所以呢 无论你把这个强度调的多大 它都没法有那种真的发光的效果 好 我们可以切换成Psychos 我们看看Psychos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Psychos有光线追踪嘛 所以你看Psychos 它这个自发光呢 它就能把旁边的这些物体给照亮 但是Psychos太耗资源了 我们还是切换到EV 你渲染进物的话 你可以用Psychos 你用这个动画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UV 好的 UV里面你可以把这个灰光打开 灰光的作用呢 它是模拟这种灰光 对 但是这个灰光有的太大了 好 把这个半径稍微挑小一点 但是这个主光怎么打呢 我们不能用Psychos 我们可以用一个点光来代替火光 作为咱们这个场景的主光 去照亮旁边的环境 好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空的文件夹 一个集合 然后改个名叫Lite 等会咱们添加的灯光都放在这个包里面 这样的话等会我们去改 或者关灯的时候比较方便 点击这个Lite文件夹 然后Shift A 新建一个点光 它会自动添加到你这个文件夹里面 你点到那个文件夹 它就会建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 我们把它去改个名字叫Fire 然后我们把这个点光挪进这个火 好这个点光太暗了 我们把它开大 开到1000瓦吧 问题来了 为什么开到1000瓦不亮了 是因为它在火里面 它被这个火的模型给挡住 它当然看不到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火了 这个点光了 这个半径现在是零 你把这个半径开大 你把这个半径开大 然后这个圆圈超过这个火焰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这个光就能散发到旁边去了 我们知道点光的这个半径越小的话 这个影子就会越硬 半径越大的话 就是影子会越柔和 然后这一光也会越发散 好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稍微红一点的光 有点火光的感觉 好 1000好像不是特别亮 我们改到2000 还是不够亮 改到3000吧 有些人可能说 老师我这个2000怎么这么亮 可能是咱们场景大小不一样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灯光的这个瓦数的亮不亮 跟你这个场景当时设置的大小有关 你看这个火光打完之后 这个场景马上就有那个感觉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画面有点太黑了 有点看不清 所以我还是给它加一些辅光 辅光的话 我一般就会用面光来去打 因为面光的话 比较容易控制那个方向和范围 好 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面光 然后把这个面光 拉到咱们这个场景的左上角上来 然后点击这个小黄点 把它朝向咱们的小狐狸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光的强度 稍微改大一点 改到3000万吧 然后这个灯光的颜色 太亮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给它有点太亮了 改成2000吧 然后把这个颜色稍微调成一个软一点的颜色 好 你看这个场景就明显好很多了 好 我们把这个半径 把这个尺寸稍微调大一点 这个面光的尺寸 面光的尺寸越大 你的影子就会越柔和 你的光也会越柔和 尺寸越小 你的光影也会越硬 好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面光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火光 就是咱们这个点光的半径稍微改一下 让它更柔和一点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其实挺大了 你可以按下N看一下咱们这个平均 你看87米 蛮大的场景了 所以你开了3000瓦都不怎么亮 可能跟这个有关 这个光线的强弱 就是表现出来的强弱 是跟你的场景大小有关的 我把这个火光的这个瓦数稍微增大一点 因为它是主光 这个增到5000瓦 你未必 你可能跟我的这个场景大小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2000瓦都已经很亮了 所以你就看你这个效果就行了 未必非要跟我这个数字一样 你看其实咱们只用了两盏灯 咱们这个场景就马上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但为了让咱们这个场景更有层次的话 我们再给它加一些对比 我之前讲过有两种对比 一个是明暗对比 一个叫冷暖对比 那明暗对比的话 咱们这个场景基本上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火光好像没有那个火的感觉 火应该把这个狐狸的脸叫得很亮 我们把这个半径稍微调小一点 调到三左右吧 这样的话你看半径越小 它火越集中 这看起来就会越亮 你看把这个半径缩小之后呢 它才有这种火光照在脸上这种感觉 好 接下来咱们这个是晚上的森林嘛 我们再给它加一些冷暖对比 冷光呢就是比较偏向蓝紫色的那种光 就像咱们那个后面那个月亮那个光线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新加一些冷色的光 然后照在后面这一部分 好 我们先shift a 我们先选中咱们这个light这个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去新建这个灯光 好 我们shift a新建一个灯光聚光 好 我们把这个聚光拉上来 好 右边这个窗口我们现在用的是渲染预览模式 但是它看不到咱们这个预览是因为咱们这两个没有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它才能够同步看到这个光线的感觉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灵星球 这咱们做火焰逆子的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fire把这个给隐藏掉 这个不需要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聚光 我们把这个聚光颜色改一下改成一个蓝色 好 我们把它的这个能量就是这个瓦数也稍微调大一点 调成8000瓦吧 你看就有一道蓝色的聚光灯了 好 我们把这个聚光灯可以打在这个树上 你可以马上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暖对比 你看这个蓝色下来这个场景马上就有那个神秘的感觉了 对吧 但这个光有点太假了 在森林里面的光应该是有那种树影斑驳的感觉 所以我想给这个光加一点树影 就是那种阴影 那怎么加呢 我们先altg把这个光恢复到咱们这个世界中心 然后把它往上拉一点 好 我们可以按下这个斜杠键进入独显模式 斜杠键就是那个句号旁边那个键 好 我们在shifta新建一个圆盘 好 切换到顶示图 然后tab进入编辑模式 s把它拉大 然后f把它填充 好 我们再按下tab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斜杠退出咱们这个独显模式 等会呢 我会给这个圆盘加一些纹理 然后让这个光透出来 让它有一种树影斑驳的感觉 我们按着shift选择这个圆盘 然后再选择这个聚光灯 ctrl p 设计附近目标 选择物体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圆盘绑定为这个聚光灯的这个子自己了 这样你移动这个聚光灯的话 圆盘会跟着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圆盘做出来一种就是树影斑驳的感觉 我们给它加个纹理 首先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圆盘化BSDF ctrl t 它会自动给你加这三个节点 我们之前讲过 然后ctrl x把这个删掉 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噪波纹理 好 把这个噪波纹理连上去之后呢 它不会主动的出现那个噪波 你还需要用一个颜色渐变转换器 把它这个噪波弄得更加明显一点 它现在还是uv的投射方式 我们把它改成物体 好 我们在shift a 新建一个颜色界面转换器 把它放在这里 好 这个时候你移动这个黑色跟这个白色的滑滑比例的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黑白相间的噪波了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色光值稍微调的小一点 这样的话 让它这个黑白的这个纹理稍微大一点 好 这个黑白纹理有了 但它不透明怎么办 我如果想让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呢 透出来怎么办 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 我们要用一个混合着色器 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变成一个透明的材质就可以了 我用蒙版的原理来做这个 然后我们还记得蒙版原理吗 就是把这个材质呢 放在这个系数上 我们今天讲过 蒙版的原理就是黑色是0 白色是1 0的时候显示上面这个注色器的内容 然后1的时候显示下面这个注色器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新建一个透明的这个注色器 我们来看一下透明注色器 连出来什么样子 它是一个全黑的 它理论上它应该是透明的 但是它是一个全黑的 是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EV渲染器 所以你看不到这些黑的地方 就是你这黑的地方理论上是应该透出来的 那我们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黑光透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Cycles是什么样子 我们把这个渲染器切换成Cycles 你会发现我们切换成Cycles之后呢 这些黑色的部分呢 就会自动透下来 白色的部分呢 是不透明的部分 所以你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斑驳的阴影 Cycles它有光线追踪 所以这种透明啊玻璃啊 它不需要做任何设置都可以 我们还是回到EV 那EV怎么设置呢 首先你找到这个平板 一定要选中这个平板 然后到它这个材质属性里面 找到这个设置 把这个混合模式改成Alpha Hashed 两个都改成Alpha Hashed 看到没有 它就已经透明了 好 就改成一个地方就好了啊 好 我以后会单独出一个视频 教大家怎么去做这种EV跟Cycles的设置哈 其实挺简单的 嗯 但是我想把我这条课全部出完之后 再出这个吧 可以讲稍微细一点啊 那个时候 你现在就记住就是EV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材质的这两个设置改一下就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些聚光灯呢 打到这些秀上 可以改一下这些聚光灯的设置啊 然后还有它这个呃 光线的强弱啊 让它有一个层次感 我们主要要做一个冷暖对比嘛 好 这个灯打好之后呢 你可以Shift D复制一个 但是复制的时候呢 你要切记要把那个圆盘给选中哈 两个一起复制 好 把这灯弄到这个这个秀的上面哈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你这个蓝光一打嘛 然后你这个呃 空间的层次就起来了 好 我这边加个素哈 反正就是打大概四五盏灯吧 就每颗树上面 我给它照一个这样子东西 让这些树呢 有一个蓝色的高光在这边 看起来就就视觉上会看起来很舒服很多啊 好 我觉得这个场景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面光好像有一点暗 我把它稍微提高一点 嗯 提高到五千看一下吧 嗯 好像有点太亮了啊 我给它剪到两千五十一下 好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好 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些聚光的位置跟大小哈 比如说我把这个呃 聚光的这个开口开大一点 让它散的更加远一点 这样的话你后面就看起来会更加亮一点啊 这个月光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 好 这个场景呢 我们就大概调成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好 我还在这个狐狸的前面呢 也复制两盏这样的一个聚光灯哈 就是让它呃 主要是为了照它前面的这些花花操操 让它有一个这种蓝色的这种这种月光啊 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呃 镜头的正前方就这两盏哈 好 像左边这个预览窗口有很多这种黑线嘛 如果你想把这个黑线给去掉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把这个其他项给勾选去掉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预览窗口就没有这个呃 黑线了 因为EV的光影全部都是计算出来的 你看咱们这些呃就是物体相交的这些地方啊 他都没有阴影的哈 阴影不明显就看起来比较假 你可以到这个呃 EV渲染器里面把这个环境光遮蔽 构选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个屏幕空间反射给构选上 那他就会多一些比较细节的阴影渲染 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哈 我们以后单独换一个案例来讲 好 基本上用EV的话这个环境光遮蔽 还有这个屏幕空间反射这两个都是要构选上的啊 好我们F12渲染看一下 EV会很快哈 你看 我觉得这个光影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是比较还原我们片头的那个感觉了 好 我们把它插掉 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 他这个视图的这个角度 N 把这个锁定勾选上 然后我们用这个水标中键稍微调整一下 咱们这个摄像机的这个渲染的这个角度 好 把这个后面这个树稍微抬高一点哈 让它有一个高低错落的感觉 好了 下面这个有点矮 把它记忆往下挪一点 然后Tab进入编辑模式 我把它上面就是就手动的把这上面这圈选中 然后 你一定要把这个透视这个打开哈 然后记忆把它往上挪好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微调哈 你可以不调 然后我觉得这个锁有点太黑了 黑漆漆的 我给它这个颜色稍微调浅一点 我就把它这个棕色稍微调的浅一点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光线下稍微能够看到一点后面这个锁干的样子 而不是一团黑 关于这个锁干的材质怎么做的话 大家可以到咱们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课去看一下 我估计有同学是跳着看的 有没有同学是跳着看的 好 我们接下来给这个场景加最后一层草地哈 草地我们之前讲历子篇也讲过哈 好 我们把这个屏面挪到前面来 然后S放大 好 Tab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SY把它稍微压扁一点 我们不需要在整个场地都种上草哈 这个会让你的电脑很开 我们只要在前面这一块给它种上草就好了 所以我们给它大概能够cover到前面这一部分就好了 好 我觉得这么大差不多了哈 Tab进入编辑模式 右键细分 然后把细分 给它10个细分吧 好 我们把这个衰减打开 我们选择这几条点哈 然后按着水标滚着 像这样滚动一下 你就可以 呃 控制这个平面的这个大小了哈 我们把它稍微往这边拉一点 好 真实的这个地面不会那么平 哈 所以你可以点中一个点 然后把它往这旁边拽一下哈 比如说你点中这个点 然后G把它往上拉一点 把这个点往上拉一点 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凹凸起伏就行了哈 然后它有一个层次感 好 其实这个平面你不需要太大哈 把它缩小一点哈 这样的话等会你去加草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加那么多草了哈 还会显着你这个草比较密 好 我们给这个平面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点击这个节点Ctrl T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草地的一个纹理 我们选择咱们附件的那个纹理啊 好 打开图像 好 那现在有这个纹理之后呢 给它添加一个粒子系统 点这个加号 给它添加一个毛发粒子系统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毛发的长度稍微缩小一点 其实这一块我们在粒子片的毛发粒子里面 已经讲过了哈 我们就是在这边再复习一遍 我把这个高级给勾选上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子集 我把这个子集打开 然后选择这个简单型 你看这些毛发就出来了 我把这个显示数量调到1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显示里面你只能显示一根 然后你F12你渲染一下看 渲染出来其实每一个点是100根哈 这样会让你电脑不那么卡 如果你电脑其实还好的话 就还是把这个显示数量调到100根吧 反正这样会更方便你观察 如果电脑不卡的话 性能比较好的话 咱们去用EV 而且场景不是那么大 所以应该还好 好 我们把这个草的半径呢 稍微调的大一点 然后把这个渲染一栏打开哈 你看现在就一定有草地的感觉了 把这个分段改成三吧 就稍微省一下资源 好 分段越多的话 其实你每根草的分段越多嘛 就是点越多 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渲染速度 好 咱们这些草太直了哈 你找到这个物理标签 然后把这个布朗稍微开一点 好 你这个草杂乱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好 为了让咱们这个草地更加自然一点 你还可以改另外一个设置 你到这个呃子集里面 然后更改这个醋集 你把这个醋调到1的时候呢 它这个草的每一段呢 上面就会变成一左 然后你把它变成负值的时候呢 它就下面会变成一个左 我们把它稍微调成负0.5左右的样子吧 好 你看这个草 基本上就有了一种杂论的感觉了 你可以F12渲染看一下 嗯 我把这个布朗稍微再改小点 0.02 ok 我们稍微再挪一下这个草地的这个位置 ok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差不多了 F12看一下 ok 这样感觉应该是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细节的一些优化哈 比如说我多复制一些这些郁金箱 然后把它摆在这些前面的地方 这些郁金箱 都是带着简映型变修改器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个简映型变修改器的这个值 让这些郁金箱的弯向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样会显着你的场景会比较丰富一些 好做好之后呢 我们渲染看一下 好 这样的效果我是基本上满意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场景来稍微整理一下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复制了很多的郁金箱吗 我们选中这些郁金箱 然后在这边新建一个集合 然后我们点击M 把这些郁金箱的移到这个集合时期里面 然后给它改一个名字 就叫郁金箱吧 郁金箱内 为什么叫郁金箱内呢 是因为呃 下一张咱们会做那个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树叶打开的嘛 所以我给它区分一下 好这个细草 我们第一次把它不显示哈 我把这个模型素材这个集合改个名字叫草堆啊 因为这个集合里面放的都是这种细草的草堆 然后这个其他树叶我们现在是把它隐藏掉 然后我们选中咱们刚才做的这个草地吧 把这个草地的这个模型这个平面改个名字叫草地particle 等会我们找时候会好找一点 好 这个现在这个草地particle是在这个灯光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把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个草堆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集合场景1 然后把咱们这些呃文件呢 全部放在这个场景1的集合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呃 场景栏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文件夹 我们按着shift选择这个mashroom 然后选择在下面这个 然后把这个往这个场景1里面一拖 哎 它就拖进去了 好 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包是叫其他树叶这个文件夹 我们把它写出来 我们把它拉出来哈 因为这个我们等会要用来做那个第二个场景的 好 你选择这个其他树叶的这个文件包 把它往这个场景集合 这个文件夹上一拖 你看 它就拖出来了 好 咱们这个场景呢 就整理好了 它就分成了三个大的文件夹哈 好 咱们第6章的那个动画片呢 就会依照着这个文件继续往下做 所以呢 咱们把这个场景整理好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空的文件夹场景2 下一章呢 我们会有一堂课做这个第二个场景 就是那个树叶打开的那个动画 好 那本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场课再见 CutTips